哈喽各位亲爱的帅哥美女们 接下来咱们学习第三章消费税的第九节 关于出口应税消费品的税收政策 那大家一看到这一个出口的税收政策 是不是有点发怵 估计你们是因为学第二章增值税的 这个出口退税是不是学怕了 不要慌 消费税的税收政策呢 就要简单很多 首先第一个 我们消费税呢 它出口其实也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又免又退 第二种情况直免不退 第三种情况不免呢也不退 所以是三种 第一免并退 第二直免不退 第三不免也不退 那它具体的适用范围 非常特殊的一个规定啊 它是跟着增值税走的 跟着增值税走的 注意啊 它退的或者免的是消费税 但是你适用哪种政策 是按照它的增值税的政策来进行判断的 那比如我们绝大部分的货物出口 增值税都是这样的 增值税都是又免又退的 又免又退 那如果增值税是又免又退的话 相当于咱们消费税就搞的是这个零税率 零税的啥意思呢 比如你是生产以后直接出口的 你生产以后直接出口 不就没有交消费税吗 没有交消费税 那你就免征消费税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属于构进出口 构进出口 那上一个环节 生产环节 人家是不是已经交了这一个消费税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是要退换前一环节 已经征收的消费税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我们有小部分的这个商品 它是不是出口的时候 是不是直免不退 如果直免不退的 那我们在消费税上也是这样的 那你首先是免征这个消费税 这个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属于构进出口的话 那这种情况也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不退还前一环节 以征收的消费税 而且不允许在内销 因税消费品因那所有当中以后 所以如果说你们的产品属于 在增值税上是属于出口免税 但是不退税的话 你要想不交这个冤枉的消费税 那就应该怎么办 是直接出口 因为你直接出口的话 它本身是不是就免了 那如果你卖个外贸企业 然后那个外贸企业在出口 你会发现你这个环节是叫交消费税 那个外贸企业它在出口的时候 它又是不是退不了 所以这就会改变你的这个经营模式 那第三一个 那如果在增值税上是适用于增税政策 就是不免也不退的 那你的消费税是不是也不免不退 那你就应该按规定正常的缴纳消费税 同时不退税也不能够低这一个消费税 所以大家记住两点 第一有三种情况 第二具体是用哪种方式 这个时候是跟着增值税的逻辑来走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关于退税的计税依据 那这个退税 什么情况会退税 你看啊 它一定是要满足是不是两个条件 那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这个产品在增值税上 是不是又免又退的 然后第二个一定是属于购进 然后出口的嘛 对不对 购进然后出口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退税就很简单 是按照构进出口货物的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以及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确定 什么意思 就是用你当时买进来的 那这个金额为基础来经济算的 那具体来讲呢 它会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从价定率 那从价定率的话 就应该是你构进出口货物的金额 所以你应当退的消费税 是构进出口货物的金额 乘以比例税率 大家听欧老师的重音 叫构进 就是你买的这个金额 而不是按你卖的金额 为什么是买的金额呢 因为上一个环节交税的时候 是不是就按照你这个金额来交的吗 那如果是重量定额呢 那重量定额 那肯定就是你构进的数量呢 乘以单位税额 那它的计税依据是以增且未借内销 因税消费品 因那时候当中抵扣的 构进出口货的数量 从价定率的 那里就是你的金额嘛 所以这个计算是不是很简单 你是不是一下子放心的 终于不用像我们增值税那样 什么一会儿又免又退 一会儿这个直免不退 一会儿不免又不退 然后又免又退里面 一会儿是不是免退一会儿又是免退 你是不是就崩溃了 第三种情况 那如果是符合计真的呢 符合计真的不就是我们前面两个数字 加起来是不是就完了 这是关于这一个出口的政策 接下来咱们学习消费税最后一节 关于消费税的征收管理 你记住从这一章开始 一般我们讲到征收管理 就代表着嗯这一章要结束了 只有那个增值税是不是最流 他就是老六 因为增值税讲了征收管理以后 是不是还要讲个发票的问题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章节 只要看到征收管理 胜率就在眼前 曙光就在眼前 那征收管理不外乎就是 时间地点期限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你的纳税 发生时间 纳税发生时间 它的基本逻辑是跟增值税一样的 比如涉及到奢销与分期收款 应该是什么 一看到奢销与分期收款 马上想到 首先看合同 就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记当天 如果没有约定 那就应该是你发出的当天 如果是一般的预收货款 记住预收货款跟增值税是一样的 是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然后第三 如果是脱收成付委托收款 它要求是发出应税消费品 并办妥脱收手续的当天 那如果是其他切换方式 就用一般原则 叫收到销售款 或者是取得索取销售款项 凭据的当天 总之一句话 消费税的纳税发生 义务发生时间 它的基本的规定 跟增值税是一样的 那如果涉及到 资产自用委托加工呢 资产自用是移送使用的当天 委托加工看清楚 是提货的当天 是提货的当天 而进口的 那就是报官进口的当天 那纳税期限与增值税是一样的 与增值税是相同的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20年的这个多选题 来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这个消费税 纳税发生时间 它具体的运用 反正你就记住 它的规定和增值税的规定 是相同的 2020年3月 假企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 销售赢税消费品 当月发货 合同规定 不含税总加款 是300万 至4月份起 分三个月等额收回这个货款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4月份分三个月等额收回货款的话 意思就是4月份100万 5月份是不是100万 6月份应该是100万 这是正常情况 但结果呢 4月实际收到80万 5月实际收到120万 6月就没有说了 然后问这种情况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答案 假企业4月份 消费税 计税销售是100万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你合同约定 4月份收了这一个100万的话 不管你4月份有没有收到 哪怕你一分钱都没收到 你记住 这个时候你的纳数发生时机 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4月份呢 你的计税销售应该是100万 然后B 如果假企业3月份签订合同以后 即全额开除了发票 这3月份 即消费税 即税销售是300万 这个也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跟着增值税走的 这增值税 你如果先开发票 先产生纳税 那么消费税呢 也是相同的 然后C 如果假企业3月份签订合同以后 即全额开除了发票 这3月份发生增值税 纳税 当然是正确的 ABC 然后第一 假企业5月份消费税 继税销售是120万 那这个说法呢 就是错误的 因为它4月约定100 5月约定100 6月约定100 那我们假定 它正常的收到 每个月是不是都是100 那现在它实际只收到80 它实际收到120 刚才我们说的A选项 那你是按照100万缴纳的消费税 那5月份 那你的继税销售 是不是也应该是 这个100万 所以第一 这个选项就不能够选了 然后1 1就不用说了 3月份发出 应税销售当天为消费税 那时候发生时间 除非是哪种情况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这才是按照你发出 应税销售当天 所以答案选ABC 但这个题 还要给大家多说两句 那有同学 马上就会问这个问题 还有欧老师 那咱们如果实际收款的情况 4月份和5月份反过来 我们假定 虽然约定的是 4月份收100万 但我收到了120万 5月份反而收到了80万 就相当于人家 提前付款了20万 那请问这种情况 4月5月的纳税屋是多少 我告诉你 这种情况 那就是120的80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能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约定了收款时间 不管你到期有没有收到 你都产生了这个纳税屋 但是如果说你提前收了钱 或者是多收了钱 那这种情况 就适用于另一个条款 就是叫取得销售款 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 上凭据的当天 啥意思 你如果多收了钱 那就叫取得销售款 如果是少收了钱 那就叫什么 那就叫取得索取销售款 上凭据的当天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 选ABC 那接下来纳税地点 纳税地点一般就是 咱们纳税的机构所在地 但是委托加工 我们这里讲的委托加工 就是一般的委托加工 那就应该是受托方的 机构所在地 受托方为个人的除外 因为受托方为个人的话 他不需要代售代交 这一个消费税 对吧 所以他要除外 那进口的 记住 进口就不是你企业机构的所在地 你在哪里曝光 就在哪里销 这个跟增值税是一样的 那纳税环节 我们刚才讲的 一般的单一环节征收 应该是生产环节 或者叫委托加工环节 或者叫进口环节 对吧 但是你记住 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是这一个批发环节 卷烟是要加增 注意哦 是加增咯 我们这里说的加增是什么 加增是相当于生产环节 加是批发环节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还讲那一个 哪一个电子烟 是不是享受卷烟一样待遇 也是生产环节 加批发环节 经营手势 那就在零售环节征收 注意 再说一遍 经营手势是单一的环节 而超豪华小轿车 叫零售环节 加增 所以记住 卷烟也好 还是电子也好 它是批发环节 加增 它是双环节 超豪华小汽车 叫加增 它也是双环节 但你记住 经营手势是单环节 那如果是自产自用 那就应该是你 依送使用的 这一个环节 那这个问题呢 关于征收管理的问题 我们在22年 考了一个单选题 大家看到单选题 心里面 是不是会放心一些 下列关于消费税 纳税申报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卷烟批发企业的总机构 与分支机构 不在同一县市的 尤其总机构 向所在地 主管税务局官 申报缴纳消费税 那这个呢 应该说是比较 小众的 这样一个问题 要小众的 那它是正确的 这个题如果说 你选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用这一个排除法 经营手势 经营单位 进口经营手势 在报关地 海关 缴纳 进口环节 消费税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节 是不需要缴纳 然后C 生产企业 总机构 与分支机构 不在同一县市的 由总机构 所在地 主管税务局官 申报缴纳消费税 这个也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 跟增值税 一个逻辑 总机构 分支机构 是分别交税的 然后D 委托加工的 应随消费品 应该是哪一个交 是受托方 是代收代交 所以他缴纳的地点 应该是受托方的 这个所在地 他是说委托方 像机构所在地 或者是接受地 那你这个就太灵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呢 如果大家 选不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采用 这一个排除法 排除法 就相当你记住 就是卷阴这个批发的问题 他就会比较特殊一些 答案选这个A 好了 各位亲爱的帅哥美女们 现在心情是不是特别好 因为咱们 税法一当中的第二座大厂 给大家办完了 好了 对消费税 咱们同样来按照重要性 给大家排下去 我们A级的应该是 三四五六七八 反正你记住 这个我们每一张 都是像什么橄榄型的 就是中间的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层次的 就是我们的第二间 有那群组扣脚医务人 出口的 还有一个征收管理 那在第二个层次当中 征收管理当然是最重要的 然后最不重要的概述 咱们在讲具体内容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题目 会比较少一些 因为欧老师习惯性的 在这个基础班当中 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 但是你真正要考试的话 要通过做题去训练 所以我在接下来的 这个习题班当中 仍然会按照这一个考点 来给大家总结题目 给大家讲解 一共会给大家总结 这样八个考点 消费税其实很简单 它的基本框架 你用数字借 第一 15个英税项目 15个税目上 然后第二一个 单一环节征收 然后记住 其实 卷烟 电子烟 超豪华小汽车 已经突破了单一环节 对吧 第二 一般的单一环节 要求是深长环节 但是这个经营损失 跑到了零售环节 那第三一个考点 要注意两种税率形式 与三种计数方法 从价 从量 对吧 那有人说 那符合呀 符合也是从价 加从量 所以它是三种 计数方法 第四一个点 就是要考消费税的 四同销售 第五是委托加工 第六一个点 是计算扣除的问题 这个点是历年考试的重点 第七一个呢 涉及到卷烟的 这个消费税 第八一个呢 电子烟的消费税 第九呢 是酒类消费税 第十经营手势 第十一小汽车 第十二出口 第十三进口 第十四呢 是消费税的 申报约甲 请大家 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